我想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說 從這個921 1999年921之後呢 這邊有做一個list 他的地震 我們要先關心的是地震規模 那地震規模7以上就非常嚴重了 所以從921之後呢 有三次 第一個是921的7.3是最大的 接下來就是2006恆春 然後接下來就這一次花蓮的地震 所以地震規模很大 那也就是來襲的這個地震波 這個錯動的這個延程呢 是相當大 那錯動延程相當大 所以我們的大家的感受程度就更大 所以我們不是只關心地震規模 要關心震度 第二個叫關心震度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比較一下 2018年跟這次2024 他的這個除了規模以外 他的震度呢 那當時是7級 現在這次是6弱 但是大家不要誤解了 中央氣氧局針對震度 有更改過一次分級 更改一次分級 所以你要去查 就是剛剛前一位 我們裕豐兄所講的 也就是說他的Gail 他已經講到我們的振動力 有多大的狀況 所以細節大家可以再去查 那關鍵是告訴大家 兩個地震相同之處 他第一個 在2018年是在米輪斷層 大家其實事實上上網可以去找 現在活動斷層的 事實上我們的學界已經有提出他的所謂的這個破壞的機率 當初2018年錯動的米輪斷層 他的機率就是88% 所以說基本上呢 台灣的這個地質的這個狀況呢 還有我們整個地形的狀況呢 規模七以上的地震 就算是大地震了 所以機率是相當高 那甚至有學者提出 可能會外海會有更大 所以第一個相同點就是規模很大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震度也很大 那連我們台北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針對花蓮在地來說呢 那這兩次的崩塌 不幸中的大幸 這一次是 他並沒有說是整個 是像那個千層派 像土耳其那樣千層派 整個脆性的倒塌 他稍微撐住了 所以甚至剛剛有另外一個早餐店 他也是撐了一陣子之後 才下去的 所以這就是符合我們大家講的 所謂耐震結構 就是韌性結構 那韌性結構 他就是可以撐一陣子 他就可以撐一陣子 可以勉強撐住 爭取救援的時間 逃跑的時間 至少他可以勉強逃跑 但是呢 你高樓層就沒辦法 所以像這高樓層就 就逃不出來了 所以說其實 花蓮這邊呢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點 你從這個表 你可以看得到 花蓮的這個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其實花蓮人呢 你問過在地人都知道 花蓮人對地震的感受程度 比我們雙北 可能他感受是更更經常的 所以他們的房子 應該是要全面去做所謂的補強 因為在九二一之前的這個房子呢 他耐震力係數其實不足的 那這次倒塌的這個天王星呢 我們現在查出來 他是民國七十五年蓋的 他比上一次的所謂的這雲門槌堤 他還更老 越老的房子 他的耐震能力越差 也就是說 即使我當初的建築師或是土木技師 去做設計的時候呢 他即使符合法規要求 房子照樣可能會倒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說 這個舊房子你要去做耐震出貧 降貧 然後去給他做補強 那民國六十三年以前的房子 可能會更脆弱 但是早期的房子 有一些建設公司 他混凝土強度很高 所以他還勉強可以撐住 所以我們是呼籲 尤其是花蓮地區的民眾呢 應該要立刻 請相關的專業團體呢 進行所謂的耐震出檢 先把你整個檢視一遍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來看一下